Hello 大家好 朱春豪 平時在手機店 那些展示的手機肯定有條繩扣著它 不讓人偷走 近日內地覆建一間手機店 發生一宗荒謬的盜竊案 店內一部展示用的iPhone 14 Plus 竟然中一名虎人 撒大口咬斷防盜繩後偷走 但由於店內警報器 較早前曾經響起 店員以為5名 竟直接關閉警報 以致這名虎人有機可乘並逃脫 綜合報道 事發在上個月底 公安發布的網上影片顯示 一名虎人在手機店徘徊 並在展示季前不斷把玩iPhone 14 期間店內突然響起警報 店員在巡視後發現並無異常 以為警報系統故障 就把警報系統關了它 誰知各位主婦再次接近展示櫃 拿起展示的iPhone 14 Plus 突然彎下腰 利用展示牌遮擋店員的視線 她首先試圖拉扯防盜繩 然後發現無法扯斷後 直接張口用牙咬斷防盜繩 竟然被她成功咬斷 主婦隨即將手機放入手袋離開 報道指店員在巡視前才發現手機不逆而非 在回看CCTV後報警求助 公安在短短半小時內 就將涉嫌盜竊手機的主婦拘捕 這位主婦就說 因為自己是遺失手機 原本到店內想買新手機 但見心儀的iPhone價格近7000元人民幣 因為實在太貴 所以萌生盜竊的念頭 這位主婦涉及盜竊罪 現證被拘留 世界什麼人都有 真是又傻又貪心 好 這一集就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尾指導員 多謝你們